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子新戏《长相思》引热议,引得众多观众的期待。 近日,由杨子和张婉毅搭档演出的古装剧《长相思》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, 该剧目前已经突破200万预约人次,引得众多观众的期待。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,杨子凭借他那颗甜甜的心, 成功地挤下了原本的《四大甜妹之一白露》,荣英新版《四大甜妹》称号。 杨子和《长相思》风头正进。 《长相思》是一部舞角恋爱题材的古装剧,杨子在其中扮演一个女主角, 与三位男演员邓魏,谭剑刺和王弘毅展开了复杂的情感纠葛,备受期待。 经过多次对外宣传和网上推广,该剧的预约人数已经超过了200万, 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之高。 与此同时,杨子在电视剧中的表现也备受好评。 他将复杂的情感纠葛展现得淋漓尽致, 让观众们不禁为他的演技点赞。 除此之外,杨子的颜值和气质同样吸引了不少粉丝的眼球。 他兼具美貌和才华,凭借着一颗甜心成功赢取了许多观众的支持。 杨子的甜心让他荣英四大甜妹。 流量女星人才辈出,在这些清纯女星中,甜甜的杨子更是备受关注。 近期,微博上还票选出了新版四大甜妹,其中就包括了杨子、赵露丝、余淑欣和甜西薇四位女星。 最终,凭借着他那颗甜心,杨子成功挤下了白露,容应了该称号。 杨子与白露都是演艺圈中备受关注的年轻女演员,她们在表演、外貌、个性等方面各有优势。 但杨子的演技被公认为成熟、稳健,已经证明了自己在不同的角色中都有出色的表现。 而白露虽然还比较年轻,但她也在不断地锤炼自己的演技,备受好评,她尤其擅长演艺内心戏和复杂情感。 而且在过去的几年里,杨子参演的电视剧和电影《吕获佳记》。 她主演的古装传奇剧《扶摇成为爆款余生》、《请多指教》《沉香如谢》等受到广大好评。 而在现代题材电视剧《女心理诗》中,杨子一改往日形象,成功塑造了一个毒蛇女神的角色,让观众们对她的演技刮目相看。 除了演艺领域,杨子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。 她曾多次参加各类公益活动,为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支持。 她的善举不仅得到了粉丝的认可,也成为许多人崇拜的对象。 杨子凭借着优秀的表演、实力和真诚的个性,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尊重。 相信她未来的演艺道路依旧会充满着精彩和希望,我们期待着她能够创造更多的佳作,成为演艺圈中的佼佼者。 肖战巴黎十八公格随拍,穿大衣戴框架眼镜文艺感十足。 肖战是当今娱乐圈中的顶流明星,不仅有着出色的演技和歌唱才华,还有着俊美的外貌和迷人的气质。 近日,肖战工作室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肖战在巴黎的十八公格随拍,照片中,肖战穿着大衣裹围巾,戴着黑色框架眼镜,文艺感十足,让人惊艳不已。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,肖战在巴黎的街头和庭院里拍摄了不同的场景,时而欣赏着周围的风景和在树枝上的美景,时而双手插都似乎在虔诚地祈祷着,时而在河边迈着轻盈的步伐,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。 每一个画面都显得特别唯美和动人,展现了肖战多变的魅力。 肖战的脸上画着淡淡的妆容,一双大眼睛清澈灵动,眉毛粗粗的,五官精致立体,皮肤白皙水嫩。 他的穿搭也十分有品味,黑色的上衣搭配浅色的裤子。 衣角露出高领针之衣,围巾和眼镜也增添了几分温暖和知性。 他的造型既有少年感又有成熟气质,既有帅气洒爽又有文艺清新,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。 据悉,肖战此次前往欧洲是为了参加某品牌活动,并且还录制了一支欧洲街头Vlog,在抖音上播放量破6000万。 这也体现了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人气。 此外,肖战还凭借斗罗大陆中的唐三一角,荣获2021年度泰国WATV最佳男演员奖。 期待他未来能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好消息。 你喜欢肖战在巴黎的十八公格随拍吗? 你觉得他穿大衣戴框架眼镜文艺感十足吗?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